然後第四個步驟才是這個酸菜啊 這個最高剛啊 它最多工啊 它是你要一直曬一直曬 曬到它完全很乾 乾到像它這樣 你看它曬到它會變發 好像發霉一樣 其實它這個是鹽 鹽因為你醃漬嘛 醃漬之後它會所有水分 都曬乾的 然後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會好像這樣有點霜這樣子 這叫鹽霜 怎麼不是貝二姐是貝我 他說沒有啊 他說我先帶你去玩啊 就這樣子啊 這是幫她的照片來畫的 不是她本人 她本人已經去世了 一入家門 書包她沒放掉 就被我養母拉著 拉著來 就把我綁 我想莫名其妙 她微微她背我 結果不是 就給我綁在這裡 就掉在那個洞梁上面 就被打 他打的時候 然後放下來 手這邊還有用穿針 針穿進去 好你這樣不行 就我那大姐啊 就叫我那個養母說 你一定要這樣教訓她 沒有嚴厲一點 她不會怕 她這麼扭 在這個六年 大概七七年當中在這邊 日子不是很好 最深刻啊 比較想不起來 我婆婆他們 就是我的養母養父都知道 我就偷跑回去 跑回去看一看我媽媽 我就很好 我就有勇氣回來的 我就很高興 為什麼我每次過 都聽到你在哭 他說我原生家庭的媽媽 蠻心疼 他就蠻堅持的說 不然現在我的日子 還算可以過 我把我的女兒買回來好了 就是我到六年級畢業 就買回原生家庭去 應該大頭照比較有那個吧 生活照好像比較沒有 大頭照認得出 這個生活照我認不太住 這就是國小六年級的時候的 這是國小六年級的時候的 就這個小妹跟那個小弟 我們原生家庭姐妹都還算蠻好 蠻親的啦 所以我回去第二年就 就我爸就走了 走了之後 我媽獨自一個人 就要養七個小孩子 所以變成我大姐 我二姐 我哥還有我 就要幫忙去賺錢 我就是很隨興的 隨便啊 我也沒有什麼意 多大的意識在收 我會不會怎樣 結果最後還要隨便 後來他就在 農曆過年的 他就回去提琴 後來我媽是不答應啦 那後來我媽問說 你怎麼想 我想說 我就跟我媽說 反正沒有差啊 對這個老公 不管他怎樣 就是很細劇化就對了 因為我認為說 我跟他算是 互欠債吧 我的想法 就是說 不管他怎麼樣 你看我餓死來 我又回去回去又要來 他就是 反正你能弄好就好 我也不會去管你啦 反正他就是 他就是不管就對了 因為小孩子出生了 我結婚十一個月 就生我二子嘛 對我要不要來 我要不去管你 摸沒有嗎 不過他 için 他會不會去管我 他已經在看你 他已經在看你 你喝一口 有很多人 也沒喝一口 但是你會不會去管我 这些照片都快褪色 好土 以前年轻的我好土 美元好像是不是很 听起来是很响亮 很美丽的云彩 可是如果要赚钱 要做更大的事业比较难 我想说不然我再来换个名字好了 听说别人给他换名字 还算蛮顺的这样子 我就想说求个平顺 夫妻比较融洽 这样的意思 就去换了 放三十几年 这我老公 我老公跑得比我还快 破大事情 你跟他讲 那你自己的事就这样 一句就跟你回解掉 所以只有我自己承担 就这样子 我说最好 现在呢 你对我来说 然后我自己承担 你帮我来看 孙岭 在这个水上 我说 我皆承担 这我自己承担 祝你狗啊,莫嫌妙,善啊 他只要读,可以读,我会尽量让你读 你读不来,我也不强求 打工,还打三天而已,就被受伤了 健保,那时候还没健保,是老保,还在上班 老保,结果赔了18万,刚好给我儿子大学,做出测费 老保,可以做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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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保,我是做小工啊,他是做水泥这样子 水泥师傅跟人家盖房子的 我就是跟着他做啊,我做的钱,全部他在领啊 我没有钱可以花,他在分配 你要又花什么钱都要跟他拿 但我就是说,这种日子真的过得让我很 好像绑手绑脚啊,后来我坚持 我不要跟他做,所以这以做这个西乐 学乐器,刚好机缘,我就是白血乐团啊 我没有,我没有觉得这样子 我没有,我不是不穿 competition 是不是,我很好去 我没有,是不是,我这个我们 我只是没有,我不用担心 �心组 我们说的,我行,你ropo 不乖的,你们说的那种 這個是我的阿公他的爸爸 他的媽媽的照片好像沒有留到 我工作回來 我就趕快先煮煮煮好 煮幾兩菜煮好 但是我公公蠻好的 他都會幫我督促 我只要有工作他都會幫我督促 或者我累了 我上班累了或開車累了回來 他都會教我說 你不用煮給我 我自己會煮 你去睡覺 再重續這樣的工作 就上班 然後有空就請 沒有時間就 沒有空 要上班時間 就請人家做 我一樣是跑業隊 就一直持續這樣的工作 這樣的情形 跑了將近快二十年 不會小孩用車 就是自己開著車到山上大吼大叫 或者是 一樣啦就是沒有人的地方 靜靜下來 大哭一下 哭過了就算回來 還是認真面對我們自己的工作 就這樣 其實不是我強暗是因為環境在 你不強暗不行啊 你要維持一個家 男人理人都 那時候是那個土房 牆壁全部都是泥土做的 還會冬天風還會一直跑進來 下雨還會噴水進來的 屋頂是那個瓦 紅瓦一片一片的紅瓦 蓋的那種 泥牆屋啊 我要蓋這個房子的時候 我也是貸款啊 我也是很瘋 我十萬塊 我就蓋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 隊長就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梅雨 我給你一個建議 你看你晚過的人生 是要哭著過 還是要笑著過 你哭也是一天 笑也是一天 對啊 什麼大街小巷 什麼地方我都有去過啊 加上什麼有錢人 什麼都會看 會帶 玩樂啊 不用錢 就去想辦法給他們快樂 你看一天下雨 外面下雨 他們就這樣玩 就這樣玩 但這個房子 我現在很新鮮 在衝讀 在衝讀 一陽 那他才來 在衝刀 會 打 你 我